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证五零指数是3000 央视财经五零指数是6985.01点 涨幅是0.58% 那么上证指数是3003.66点 涨幅0.17% 深圳城市是9864.97点 涨幅0.13% 惠城三百指数是3930.82点 涨幅0.16% 中小板指数是6238.23点 涨幅0.2% 创业版指数是1706.18点 涨幅0.03% 再来观察一下两市目前成交金额的变化 户市方面成交金额是1591.8亿 那么市市方面是2492亿 好 下面来认识一下来到演播室做客的两位嘉宾 他们分别是招商证券研究所首席组合分析师 卢国坤先生和安爵资本董事长刘延先生 欢迎两位 今天我们看到主要指数依然处在一个震荡的走势当中 对于下一步的市场的发展趋势 那么卢国坤的观察是如何的 我觉得短期的市场可能还是会面临一个 这种趋劲震荡的一个格局 因为一个是说 此前我们说看到市场 因为价值股的一个带动 所以其实有一波比较强势一个反弹 那么近期科技股连续的上涨的时候 那么应该说也是有积累了一定的这种获利盘 所以说从两个比较强的 一个这种趋劲动能的方面去看的话 都是面临一定的这种休整的一个状态 那么可能是需要一个这种充分换手的一个过程 那存量博弈相对我们觉得也比较深化 那么短期我们说节前吧 大家可能心态上可能也会比较偏向于这个谨慎一点 所以说短期我们觉得可能还是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格局 您认为现在是个区间震荡 那么大家的心态还是偏谨慎一点点的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数据 北向资金这几个交易者确实不断的加码 不断的大规模的流入 那么对这一点刘彦先生如何来观察呢 我觉得目前的话可能跟标普大金融指数 还有富士中国今天要加大概51亿美金 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另外因为我在外资交流也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外资相对还是比较看好我们中国市场 而且目前的话其实很多利空因素 或者不明显的因素也在慢慢的明朗 就我个人感觉 节前的话是因为有国庆长假因素 所以投资者心理上还是观望的比较多 我个人还是感觉节后的话 我还是比较看好的 节后比较看好 那么为什么在节前这段时间 那么市场的交投较为清淡一些 那么投资者为什么变得比较谨慎了 而跟外资之间会产生比较大的这种差异呢 罗国坤你的观察 我觉得就是说长假这种因素 应该说是一个这种比较偏周期性的 过往去看这种长假期间之前 那么因为投资者会担心长假七天 这个可能会发生比较多一些事情 那么一旦出现一些可能说不可控 或者偏利空的因素 那么对市场会带来一些这种负面的一些影响 那么所以说心态上 我觉得会偏向于谨慎一点 那么跟外资的这块的一个这种比对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刚才刘总提到这个阶段性这个事件的因素推动 因为有很多一些这种指数基金啊 它是需要在这个这个指数全中上调的这个阶段里面去进行增仓 他们为了减少一些这种跟踪误差 那么会选择在当天特别是尾盘 最后几分钟的时候进行这种阶段性建仓啊 所以说外资的流入这块 我们觉得是可能是一个短周期的啊 但是今天的这种情景会有一定的这种背离 那么逻辑上其实也都比较通顺 那么刘源先生对外资啊 他的布局以及他的投资的节奏怎么来观察呢 今天的下午之后的这个盘面会不会有一些大的变化呢 今天的话按照道理说到像刚才刘总说的 这估计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上涨吧 但这个一天呢看不出来 因为他必须在当天完成建仓嘛 但就我了解的话 外资的话大面来说 他对中国的还是长期比较看好的 特别是中国的一些蓝筹的估值也比较低 而且呢中国现在科技的发展其实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呢就我接触到的 我觉得外资长远来说 他们比较看好中国的这个市场 但他们的那个入市的节奏 应该是比较缓慢还有计划的 不会说一下子来得很快或者很猛 是一个逐渐的缓慢的过程 投资的节奏啊 是缓慢的而有计划的一个长远的一个布局 那么从他的投资配置的方向上 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外资 因为他以这个退休基金啊 还有一些大的这个ETF这些基金为主嘛 所以他们可能是偏那些分红比较好的蓝筹的 可能跟我们中国的股民的喜好不太一样 所以这一方面他资金来得多的话 以后可能对这个中国的低估的蓝筹特别有好处 特别像以中国的话 我们的我们的蓝筹啊 包括银行吧金融板块也好 包括一些上升五年的也很低估的 都低于竞争很多 而且心率也很低 外资相对他比较偏好这一种 外资比较偏好大蓝筹 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 在前一段时间的市场啊 关注比较高的其实是国内 国内投资者比较宽重的 科技板块 那么这两个之间在投资配置的方向上 有很大的差异了 卢国坤怎么来观察 我们的投资者在下一阶段 是不是也要跟踪这个海外投资者 他们的配置方向呢 我觉得中长期去看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个国内投资者 他的一个偏好啊 结构啊 那么有可能会像这种 国外的这些发达成熟的一些机构 那么去进行靠拢 因为从这个历史的一个角度 去进行这种 我们说辨别去看的话 那么长期的一些价值股 白马蓝筹啊 或者权重蓝筹这样的 那么他们总体上的这个表现 那么比较平稳 那么总体上这个回报率也都比较不错 股息率也好 各方面估值也比较低等等 那么当然科技股呢 那么他相对而言 他因为是弹性比较大一点 那么有些时候呢 在这种风口来的时候啊 大家对科技的一些这种热情 比较高涨的时候 那他可能会带来一个 这种短期的一个 非常强烈的一个 一个这种上涨或者是波动 那么所以说节奏上 我觉得可能这个比一些 中长期的价值股去看的话 可能要短一点 那么这里面因为波动比较大嘛 所以说积极投资者可能就要留意一下这个盘中一些这个波动了 避免啊 尽量避免这种追涨杀跌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看法 那么再有一个 那么三季度以来 那么应该说对于这个科技股这块的一些这种整体上看法 那么包括下期面都是非常正面的 那么新型产业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这种紧急度的提升的一个过程吧 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在近期 那么包括国庆节之后都比较看好 那么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机会在科技股当中会去产生 那么请教一下刘源先生 那么现在北向资金和外卖资金 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配置 那么大部分的方向配置在这个大盘蓝筹方面 那么从目前的交易情况来 大盘蓝筹是四货在市场中 那么表现的是比较的平淡一点的 那么从下一步的发展情况来看 特别是捷后 那么它的发展趋势会是怎么样的 会不会有一波比较有利的一个反弹呢 我觉得像中国的我们绝大部分投资者 他的投资偏好都是比较喜欢科技股和中小盘一点的 所以因为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 因为海外它主要是大的机构为主 包括我们中国的保险公司 我们中国的比如说是退休的基金 他也是希望买这些蓝筹 这样它有一个增值保证比较稳定性比较高 但是科技股的话呢 刚才陆东也说了 我个人觉得科技股啊 包括最近消费股啊 其实最近走的是一种 补我们这个经济发展短板的一个行情 我们你知道我们中国开放以来 其实我们的制造业 基础制造业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这个是不可争议的 但是我们在科技上呢 其实是相对比较落后 所以说呢 我们也迫切地需要补上这个科技这个发展 所以你看最近这个科技股 今天涨得特别好 跟这个是有很大关系我觉得 所以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个长远的行情 另外一点 我觉得消费也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以前一直说外向型经济吧 但是外向型经济这个优势很明显 就是我们在初期发展的时候呢 就是很快能发展起来 但是现在呢 也是已经到了 说已经很难再发 走外向型经济这个道路了 所以内需必须补上 这也是很迫切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走这个科技加大消费的 这个基本这个路线是很正确的 我觉得 好谢谢 谢谢蓝维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判断 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纲要制定了发展目标 即到2035年的时候基本建成交通强国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印发会给行业带来哪些利好 又有哪些投资机会呢 我们一起来观察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制定了发展目标 即到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 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基本形成 人民满意度明显提高 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能力显著增强 拥有发达的快速网 完善的干线网 广泛的基础网 城乡区域交通协调发展达到新高度 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 城市交通拥堵基本缓解 交通一说这个行业的话 是这个国民经济的一个基础性的 一个先导性的和这个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我们国家本身是一个大国 这个通勤的这个便捷性和这个物流的效率的话 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竞争优势是有很重要的作用 刚要明确提出 要加强新型运载工具研发 实现三万吨级重载列车 时速250公里级 高速轮轨货运列车等方面的重大突破 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研发 强化大中型油轮 大型液化天然气船 极地航行传播 智能传播 新能源传播等 自主设计建造能力 对此业内人士称 刚要制定的未来交通蓝图 将对资本市场相关板块产生长期利好 对这个相关的这个制造行业 和这个基建行业会有支撑作用 然后的话对这些对这个机场啊 航空啊或者是这个公路啊 包括港口板块的也会有一定的支撑 最后的话可能就是说 对这些物流啊旅游板块 也会有一定的支撑 总体而言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各自板块中间 我们更长期来看 我们更看好这个中心城市的 这个机场板块和这个物流板块 标普道雄司富时罗素同时扩容 将于9月23号开盘时正式生效 这意味着追踪上述两大指数的被动资金 要在前个交易日 也就是今天收盘之前完成建仓 A股会将迎来51亿美元的被动增量资金 一起来看报道 根据此前富时罗素的官方测算 2019年9月的第二步扩容 预计将给A股带来40亿美元的被动资金流入 而根据招商证券分析 标普道雄司指数 有望为A股带来11亿美元的被动增量资金 也就是说 合计约51亿美元的增量资金有望入场 同今年的前三次指数纳入生效日相比 本次纳入生效日带来的被动资金规模 创下了历史新高 据标普道雄司此前公布的计划 1099只A股标的将于9月23日开盘前 以资金以25%的纳入因子纳入其指数体系 此前几次指数调整生效前 北向资金在A股尾盘均有剧烈涌动 具体来看 5月28日 MSCI扩容第一次生效 北向资金大局扫获 若以资金余额机 近买入额一度超过110亿元 带动A股尾盘扭头向上 三大股指齐收涨 6月21日 富士罗素纳入生效 北向资金再度移动 当天下午14时过后 近乳入金额显著抬升 8月27日 MSCI第二次扩容A股 当日北向资金近乳入额 112.71亿元 创2018年12月以来新高 5月28日以及8月27日 MSCI分别降A股的纳入因子 提升了5% 每次带来约36亿美元的被动资金 6月21日 富士罗素纳入A股的第一步落地 带来20亿美元的被动资金 而本次51亿美元的被动资金量 超过以往任何一次 市场对今日盘面表现充满期待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牙日 今年的宣传主题是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要人命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牙疼不仅仅是病 它与心脏病糖尿病消化系统疾病等 全身系统疾病密切相关 来看记者调查 今年3月 加入山东辽城的王先生 由于左下大牙 牙齿松动 牙疼难忍 就在当地的小诊所把牙拔掉了 可拔掉之后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疼得更厉害了 9月初 他到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做了全面检查后 被确诊为口腔癌 郑磊是王先生的主治医师 他告诉记者 口腔癌是全球十大致死性恶性肿瘤之一 要引起足够重视 中晚期的口腔癌患者 经过有效的综合治疗 五年生存率大概在40%左右 但是早期的口腔癌治愈率非常高 通过正规治疗 五年生存率能达到80%到90% 欧阳祥英从事口腔癌周研究36年 他告诉记者 牙周病是最常见的口腔疾病之一 我国近90%的成人 患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 牙周病不仅和牙齿有关 还与多种疾病密切相关 牙周疾病跟糖尿病是相互影响的 这个关系是非常明确的 那么患牙周疾病 就是也发现跟心血管性疾病 早产低体重儿或者消化系统疾病 它的患病风险是增加的 孕妇它有中重度的牙周炎 它发生早产和低体重儿的比率 就要升高将近八倍 专家认为 菌斑和牙食是导致牙周病的罪魁祸首 虽然我国提倡早晚两次刷牙多年 但是从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 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来看 刷牙情况最好的是35到44岁年龄组 这个年龄组也只有47.8%的人 每天刷牙两次或以上 其他年龄组这一比例 仅刚超过30% 我们如果能做到 每天早晚两次刷牙 然后餐后跟零食后就漱口 然后刷牙的时候使用含肤牙膏 我觉得能做到这个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 随着老百姓对于口腔健康的 不断重视 近年来中国的口腔清洁护理用品行业 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口腔清洁护理用品 最大生产国及消费国 家住北京的刘先生 从小就注重牙齿保护 半年或者一年会洗一次牙 饭后会使用牙线 漱口水 我们家里两个人 然后牙刷的话两个月大概换一次 牙膏的话基本上两个月用一管 再加上牙线 漱口水 一年花费在400到500左右 北京一家大型超市负责人告诉记者 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属于高复购 高渗透率的产品 在生活用品中销售占比较高 主要以牙膏牙刷为主 还包括漱口水 牙线 舌苔清洁刷等 这三个月基本上是每个月 以大概10%的一个增长率在增长 像漱口水啊 还有那个口喷这类的商品增幅是比较大的 跟去年相比大概三倍的一个增长速度在增长 不仅在线下 线上口腔清洁护理用品的销售额也呈上升趋势 天毛平台数据显示 2019年4月至8月 电动牙刷 电动冲牙器等口腔清洁护理仪器销售额 同比增加87% 牙线 漱口水 口腔清洁剂等非仪器产品 同比增加48% 其中牙粉增长最为明显 销售额同比增加182% 我们口腔内的那个产品的近五年 一直是保持在大概7.8%左右的增长 大概的市场规模是在240亿左右 再过五年 牙膏市场应该能达到300亿左右的规模 那整个口腔清洁产品的这个市场 大概能到350亿的规模 在采访中我们的记者发现 一方面国人的口腔健康意识在不断提高 而另一方面有数据就显示 我国口腔疾病患者的就诊率 确实明显偏低 还不足十分之一 口腔医生短缺 正为目前基带解决的问题 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上午八点 记者来到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挂号窗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不少患者告诉记者 无论是网上预约还是现场排队 都是一号难求 而医生们也告诉记者 他们每天几乎都是满负荷工作 有时连口水都没时间喝 大家都集中在三家医院 每天这挂号人有多少过夜排队的 这也是我们国家现在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不仅是公立口腔医院人满为患 一些资质正规 口碑较好的口腔诊所也预约火爆 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旺京的一家口腔诊所 诊所里只有不到十名医生 当天就诊的患者就达到了八十多人 还有四百多名预约的患者 一直排到了一周以后 贺州是这家口腔诊所的创办人 从事口腔医疗工作36年了 以前他曾是北京一家公立口腔医院 诊疗中心的负责人 2002年因为看到了口腔医疗行业的商机 他辞职创办了自己的口腔诊所 十个成人有九位 那么都有患有亚洲病 那么从取齿的情况来看 我们有21颗取齿需要医生去治疗 据统计 目前我国有20多万名口腔医生 口腔医生与国内人口的比例是1比7000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这一比例至少应该达到1比5000 而在一些发达国家 这一比例是1比2000到3000 业内专家表示 要满足我国居民口腔治疗的需求 口腔医生的数量至少还需要增加一倍 达到40万名左右 而由于口腔医生的学习周期普遍较长 要实现这一目标 至少要10到20年的时间 口腔政绩呢 它是一个毕业后教育的专业 是指大学毕业后 要再经过3到5年的口腔政绩的专业训练 才能说是一个合格的政绩医生 而且在这个20度外的口腔医生里边呢 还是明显的称赐不起 一些大的院校里边的专家教授 水平很高 但是呢大量的基层医生呢 专业水平也好 专业数字也好 都有待于提高 口腔医疗的巨大市场需求 也带动了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 今年以来 A股市场上 口腔类上市公司的股价涨势 是十分的强势 那么现在 还是不是一个好的介入时机呢 一起来看报道 据了解 在A股上市公司中 口腔医疗相关业务 占比较高的主要有三家 分别是口腔连锁企业通测医疗 生产口腔用生物材料企业 正海生物 和口腔医疗设备企业 美亚光电 根据已公布的2019年半年报数据 三家上市公司业绩表现普遍亮丽 营业收入均有20%左右的增长 规模净利润涨幅均超20% 其中通测医疗上半年 规模净利润 同比增长超50% 相关上市公司 他们的上半年的业绩都非常好 我觉得主要是授予 整个口腔行业的快速增长 他们的相关的业务板块 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增长 那么像下游的口腔的消费 也在快速的提升 那么带动了上游的这些 口腔用的生物材料 还有医疗设备的快速增长 我们长期看好 整个口腔医疗服务市场 我国的口腔医疗服务市场 目前只有美国的大概七分之一左右 人均的口腔医疗的花费 只有美国的不到百分之三 长期来看 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增长潜力 股价方面 截至9月19日收盘 通测医疗年初以来 涨108.26% 美亚光电涨63.38% 正海生物涨57.09% 远超同期上证宗值20.26%的涨幅 业内人士表示 尚有口腔医疗的相关耗材生产企业 和部分有品牌效应的连锁口腔品牌 值得关注 但是对于那些不具有竞争优势 同时也没有品牌效应的公司 需要谨慎对待 口腔行业的二级市场的投资机会 我们觉得也是分两大方面吧 第一是对于口腔医疗机构 我们是非常看好的 特别是能够形成一定的品牌效应 具有一定区域优势的这样一些企业 其次我们觉得对于上游 这样一些口腔医疗相关的一些耗材 我们觉得随着行业的发展 他们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的空间 同时也应该注意这样一些风险 对于这种没有自己品牌优势 和竞争力的这样一些企业 我们觉得还是应该要适当回避 口腔医疗行业的良好前景 也引来了资本的热捧 近年来区域性口腔连锁不断涌现 动辄数亿元融资屡见不鲜 据不完全统计 2012年至今 共发生45起口腔医疗项目融资事件 其中2018年获得融资的项目有15家 为历年来最多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口腔医疗行业市场前瞻 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 2017年 我国口腔医疗服务市场规模达880亿元 按照15%的行业平均复合增速计算 预计到2020年 我国口腔医疗服务市场规模将突破千亿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请招商证券研究所首席组合分析师 卢国坤先生和安全资本董事长刘元先生 为我们来解读画面的变化情况 两位专家 我们的投资者在观察盘面的时候 提出了他们的一个问题 非常有意思 他说听专家们一直在解读 我们对于下一步的科技板块的表现 是非常看好的 但是他说 但是这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确定性更强的 还是白酒 像茅台 现在价格是1153了 那么整个白酒板块 在这一段时间震荡当中的表现 也是非常的好 那么科技板块和白酒板块 我们究竟来评价 它下一步的发展趋势 卢国坤 我觉得这个要从周期上面 做一个这种整体上的一个选择 因为如果说从中期里面 一个确定性去看的话 那么应该说 以白酒为代表的 食品饮料价值股 那么他们的一个优势价值 各方面我觉得更 就是说确定性更强 首先说我们说 像白酒现在说 虽然涨了比较多 股价涨了比较多 但实际上估值 我们觉得还是合理的 历史的均值里面 这个估值可能也就是 处在历史的均值 上浮一点吧 不能说有太多的一个高股 那么再有一个 盈利这块 那么大家有目共睹 那么包括在一些 这种头部的九起 今天上半年 我们普遍看到 比方说利润增长 30%以上 那么大家想一想 这个利润增速的 这个数字 那么多行业去比较 那么可能是 这个是属于 非常非常亮眼的 所以说在结合 比方说国内外机构 那么刚刚刘总也提到了 我们这很多 长线机构比较 青睐于这些这种 这种价值股的 一个情况底下 那么可能 食品饮料 这个价值股 我们觉得中期 确定性来非常高的 那么科技股 这块的话 一个就是说 估值呢 相对也比较高一些 那么再有一个 可能以这种 事件驱动为主 我们理解 那么它在这个 事件驱动的过程里面 那么包括像 这种政策的推动 那么包括可能 在这种制度可控 或谈话替代的 预期的发酵的过程里头 那么可能 它会存在一定的 周期里面的 一些这种高估和低估 那么投资者 要去把握的是 科技股的一个 整体上的这种 高估和低估的一个节奏 要把握这个节奏 刘源先生 对这个问题怎么来看呢 我们究竟在市场中 怎么来把握 目前在市场这种 频繁震荡的时候 不确定性因素 很多的情况下 怎么把握确定性 我们究竟是要追着 比如说像刚才讲到 这茅台啊 白酒这些企业的 业绩确定性 很强的情况下 还是要追踪 这个科技板块中间的 它的未来成长的 所谓的确定性 我们究竟怎么把握 我刚才也说到了 我觉得这段时间的行情 其实就是在补 我们经济发展 短板的行情 不管是科技也好 消费也好 其实都是要补 我们以前不足的地方 说具体说到 是白酒好呢 还是科技股好呢 因为两个是不同概念的 比如说白酒股的话 它确实业绩的 确定性非常非常的强 特别是茅台 它还有一个扩展计划 包括它有很强的定价权 基本上它想定了 多少钱都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白酒的话 应该说在未来一段时间 比白酒为代表的吧 视频以来 或者民主品 还有一个大的发展空间 但科技股呢 其实不能完全看估值 因为主要是看成长 科技股普遍来说 也很多人诟病了 就是目前业绩都不太好 但是回头5G的发展了 你看华为现在 我听说给了科技股很多的订单 所以他们一旦发展起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它可能现在的估值高 如果到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 突然业绩翻个四五倍 那也不是特别高 这个科技股的难度比较大 我知道大概一般产物 特别喜欢科技股 因为它涨得特别快 弹性好 但跌的也很快 所以说这个就要具体的情况 具体分析 如果经济涨幅特别大的 也很小心 我们很多投资者很关心 截后的行情的变化 比如说 标普道雄斯和富士罗素 现在加快了 A股的配置的速度 那么被动资金 现在不断地涌入A股市场 那么截后这段时间 会不会出现一个 风格大的一个切换的情况呢 因为这些大量的资金 涌入A股市场中 主要捕捉的是大丸酬 这样的一些低估值的品种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 会不会在A股市场 做成一个风格大的切换 六言先生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有可能 其实我不希望 切换得太厉害 最好 其实中国这个A股 如果要走得好的话 一定是蓝筹 跟科技加消费 两条腿走路 不能哪一个发展得太快 比如说科技股 涨得太高 跌起来很惨 也很麻烦 蓝筹如果补不上 市场就很不平衡 如果蓝筹跟科技股 交地上涨 这个市场可以走得非常地好 好 谢谢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解答 下面我们把时间 交给上海演播室 王永东你好 你好 基鱼 你好 下面的时间交给你们了 好 谢谢基鱼 下面我们继续来探讨 这里是上海演播室 我是王永东 那么今天是周五 一周马上要画上句号了 今天的护生股市 应该说是一个 反复震荡的行情 上证指数盘中 一度跌破了3000点 而创业板指数 考验1700点关口的支撑 整体来看 目前两地市场 都是小涨小跌 创业板微跌了0.01% 上证指数 微涨了0.13% 3003.04点 板块方面 目前科技股板块 还是表现比较活跃 像首饰识别PCB概念 还有轨道交通 智能手机 汽车电子养老产业 出现在了涨幅的前列 那么跌幅剧前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是轮胎 动物疫苗 公共设施 金融机构 大飞机 还有电子化学品 出现在了跌幅前列 科创板方面 目前是涨跌互线 另外 各股方面 目前是跌多涨少 稍后来详细的分析 下面首先来关注一下 今天重点关注的 节目内容 昨日东土科技 武汉反股等因股东减持 股价大跌 8月以来超430家上市公司 披露减持计划 以减持市值超680亿 陆家嘴观察 减持套路深 警惕烫山域 利用专业优势 买错沙股 获利丰厚 深耕食品饮料行业 从财报中寻找好企业 于日新 好生意 护城河要兼顾 财经资讯金华 近在陆家嘴观察 今天的陆家嘴观察 我们来关注的话题是 减持套路深 警惕烫山域 昨天一批因 披露减持计划的个股 出现集体大跌 东土科技跌停 武汉反股 深塞格一度跌停 从8月开始 趁着市场反弹 披露减持计划的公司和股东数量 就明显开始再次的增多 那么怎么来看近期的 多家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呢 来看记者顾知义的观察 今天的拉底观察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减持 8月中旬以来 A股市场整体转暖 很多公司的股价是连续上涨 有题材有概念的公司 甚至是连续涨停 但同时我们发现 股价刚刚有起色 很多公司的大股东 已经是按耐不住 开始减持 给投资者泼了一盆冷水 据统计 9月18号 两市共有16支个股 披露了股东减持计划 涉及减持股东的是24家 如东土科技的控股股东 你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 深赛格控股股东 你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武汉反股股东华业价值 你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99% 受到减持计划的影响 昨天这些公司的股价表现 都是十分惨淡 例如东土科技跌停 武汉反股深赛格是一度跌停 上海环境太永长征盘中一度 大跌超过7% 应该说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 是它的权利 只要公开公正就无可厚非 但作为投资者 如果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 就一定要仔细分析其中的原因 在我看来 这些公司减持主要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比较危险的 也是投资者需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公司股价在中短期内涨幅较大的 或者是短期内受到炒作的 例如武汉反股 从去年的9月份之间 股价大涨了6倍 而深赛格 8月下旬的时候 股价是连续拉出了9个涨停板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股价上涨超过150% 这些公司受到各种消息 题材的刺激而大涨 估值不低 可能大股东也觉得公司是不值这个价 所以选择卖出 那么第二类就是没有那么严重的 那就是新股上市后 到了解禁期 股东开始减持 当然这其中也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控股股东减持 例如太永长征 而第二种是创投类的股东减持 例如上海环境 创投类公司本来就是来赚上市的钱 到了解禁期自然就会退出 所以它的减持不太会考虑公司的长期发展 影响也不大 而如果是控股股东减持 就应该认真研究公司 基本面恶化的不如以脚投票 业绩还不错的就可以多观察 也许控股股东有其他的安排 根据相关统计 9月以来共有186家上市公司 披露了减持计划 涉及减持股东314家 按减持计划上限计算 合计减持数量达到了27.64亿股 按披露减持计划当天的收盘价 以减持市值是达到了285.31亿元 总体来看减持的规模不算太大 目前A股市场整体估值合理 对市场的影响也比较小 当然这些减持对于各股的负面影响 还是比较大 投资者还是要特别注意 对于前期涨幅较大的安全起见 是坚决回避 而如果是另外一方式的减持 只要不是轻仓式减持 就应该具体公司 具体分析 看懂了再投资 随着行情回暖 重要股东减持计划也开始增多 多知前期涨幅较大的个股 近来遭重要股东减持 股价也因此出现剧烈震荡 那么广大投资者对此怎么看 来听听上海投资者的看法 我觉得可能是大股东不太看好后市 或者说是想在高点套现 对中选股民来说肯定会造成恐慌的 因为他觉得说大股东这样都减持的 是不是可能公司的营运状况不佳 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看 其实也要看情况 大股东有时候减持 他也不是一定是由他这个本人减持 可能是他之前代持的这些协议已经到期了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情况 其实这个在二级市场是一个非常常态的现象 因为现在中国在券商这一块 它的政策收紧 就是以前那些二级市场大股东质押的股票 他们再无法做那个时间快到了 再加上他们无法再做第二次质押 不少投资者认为 大股东减持计划会对市场信心造成一定影响 但存在多重因素并非完全反映市场预期 也有投资者表示 在投资时更加关注公司本身的实际价值 总体而言 多数投资者对于A股整体走势仍持有信心 不建议短期内盲目跟风 我自己买股票 我是针对公司实际价值进行投资的 不太会进行短线的操作 所以我个人来讲的话 他们这种不涨跌的这种 暴涨暴跌的这种幅度 虽然很诱引很吸引人 但是并没有在这方面进行投资 最主要原因还是一个企业本身的问题 它如果具备成长价值的话 高成长性的话 那它未来的话 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个增值空间 当然投资者那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对 很正常 所以我觉得股民的话 还是要一个理性地去看待 不要去盲目地去跟风 我觉得中小散民肯定也 就是不要在里面过多地去操作 因为平凡的操作 也会对你这些一个稳定的损失 我觉得还是如果看好中国经济的话 那就长期拿着吧 稍后是投资者说 我们来关注余热心 好生意护城河要兼顾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追梦之旅 变成无尽的跋涉 对于我当时的境况来讲 感觉就像地狱一样 我们连续地遭遇了 一二十个跌停板 打击比较大 激烈的博弈 中化为一生的修行 不要天天想着要赚几倍 要留股赚几十倍 自己的一些理念 或者说一些选口的思路 有个反思 投资没有别的诀窍 就是浓的 追踪公司成长的足迹 见证投资剧强的崛起 智慧创造财富 投资改变人生 投资者说 今天的投资者说 我们来认识一位 年轻的投资者 于日新今年34岁 爱折腾的他 已经做过四份职业 目前是一名私募研究员 他曾经买入 被做空机构 错杀的公司大举获利 也曾持有一只股票10年 一起来看他的故事 头顶列日 手拿简历 于日新从网上 打印了北京市 所有私募公司的地址 挨个拜访 北京市有七八十家私募 大部分他都去过 去年夏天 于日新以这种方式求职 那时他刚刚从券商投行辞职 下定决心转做二级市场投资 投行做了一年 后来其实干了一个项目之后 我就知道这生活也不适合 其实一直在摸索吧 后来就出来了 后来应该是在2017年的时候 我也就确定了 我应该还是喜欢做研究的 研究股票这块 跳槽转行对于日新来说并不新鲜 于日新本科要学专业 但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考过筑快师 年薪三十万 于是他研究生就转读了会计专业 而这阴差阳错的转专业 无意间让他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 而且练就了一项投资的基本功 会计其实是记录整个企业生产经营的一个商业语言 一方面你要去理解生意的本质 另外一方面 因为你生意你对它有很多判断 但是这些判断 毕竟你不是行内人 可能这些判断也对有错 它需要你从资产负债表 这里面找到相应的痕迹 来验证 我的想法到底是对的是错的 毕业后于日新现实在中国旅业 做合并财务报表 后来又去了保利投资 再后来又去了券商投行 2017年于日新在中国旅业工作 3月份爆出同行企业中国红桥造假 做工机构爱陌生 质疑其成本造假虚构利润 于日新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当时从上到下学习人家红桥 如果他的企业 因为那报告说他200多亿利润都造假的 那这面企业就不挣钱 是亏赠企业 那我们终于学了那么多年 实际命令 不可能啊 于日新对电解铝的生产十分了解 被激起好奇心的他于是着手开始计算 他从煤炭 发电 铝土矿等生产环节的成本出发 通过自己计算 同行比较 以及市场公开数据等方式 得出中国红桥各个环节的生产成本 我用最低的价格去匹配这个红桥的产能 还比红桥高 红桥人家作为业民企业非常的省事件 这些产这些整个生产线的成本比你们低得多 就比那些国有的什么生活股份啊 较多万方的成本低 就是股仁资产的金额低得多 通过一番比较和计算 于日新非常确信 中国红桥被错杀 当时股价已经下跌超过20% 于是他买入了当时的四成仓位 半年后 红桥复牌 股价大涨近一倍 于日新卖出获利 利用自己身处行业和财务出身的优势 于日新收获颇丰 但他说 自从红桥后 他就不再关注这种赚钱机会了 你发现电铁铝车生意 你赚完这一次钱就没有用了 你这个知识甚至不能够共同到 我今后的研究中 所以就是一个沉默成本 一次性的 赚完就完了 没有用 如果把中国红桥这笔投资 比作答卷 于日新无疑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 但他说这张卷子只值20分 对他以后的投资价值很小 就如巴菲特所说 一辈子打20个孔就够了 于日新这两年目标聚焦 一直在深耕特定领域 继续来看报道 当年拿破仑打仗的时候 这个食物没有办法保存 因为你正常携带食物 可能两三天就变质了 那打仗你不可以给士兵吃这个 聊起食物于日新滔滔不绝 这本技术型吃货 是他最近刚讨来的书 主要讲食物的由来以及特性 于日新喜欢研究食物 食品饮料行业正是他这几年 生耕的能力圈 我现在就在看农产品的采购合约 卖片企业采购卖片 榨菜企业采购榨菜 杀猪的采购猪 一粒采购牛奶 烟草公司采购烟业 其实这些 我在研究这一段时间 我平常是不跟企业的 我基本上就是把整个食品店 每一个环节吧 我自己去找到共同的规律 抓出里面最强大的逻辑 所谓强大逻辑就是一门生意 之所以是好生意的逻辑 他今年就相中了一门好生意 于日新家里的冰箱 有不少双汇产品 他打开冰箱告诉记者 这些大部分都是高温肉制品 高温肉制品其实主要就是 用来这个处理这个冷鲜肉 一些不太好卖的边角料 以及它一些前后腿的肉 不好卖的 其实都是用来做这个高温肉制品 高温肉制品就是像火腿肠 这类保质期较长的再加工产品 于日新说 在高温肉制品领域 双汇占有绝对的市场份额 这也是他看好双汇的核心逻辑之一 未来猪肉就万而就是 进行精细分割的事 大家吃的是越来越具体的部位 为了追求口感 那这样的话 一些不好卖的部位 必然一定要处理掉 处理掉必然 这个产品配套就是 高温肉制品来吃掉 这些不好卖的产品 它未来就是跟兔鲜量 共同提升 这样一来 冷鲜肉和高温肉制品 就形成了组合权 降低了整体成本 产品价格就有了优势 此外 于日新认为 双汇一直在不断进行品质升级 产品近几年 每年都会有小幅提价 其实它逐渐的提值 而且量没有缩 就代表消费者认可了 你这个提价 这不是成本的驱动 这是一个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海鲜微业也好 榨菜也好 当时看伊利 双汇 青岛 啤酒 茅台 我在报表里就很明显地发现了 所有的这些食品饮料行业 在先后的都在提升质量 提升价格 今年5月以来 双汇发展不断遭到机构卖出 于日新自3月份建仓后 也经历了股价的持续下跌 今年双汇半年报 净利润出现同比负增长 但于日新觉得 猪肉价格上涨 导致的利润下滑 只是短期现象 自己不会动摇 因为看好公司的逻辑没有变 这个逻辑是已经在报表上很清晰了 高温肉质品的量在提升 提升都很微弱 但是脱袋量也在提升 这是这么两个之间还是在匹配 然后肉质品的品质提升 这个大逻辑如果 这个也是非常慢的过程 因为你要拉开 拉开精神差距的前期 都是很慢的 茅台和海贱威业都是一样的 像双汇这样 买入后持续下跌的情形 于日新不是第一次经历 入市后他买入的第一只股票是格力电器 并且到现在一直持有 其间经历了数轮涨跌 2009年于日新会计专业再读 他根据当时耶鲁基金的持仓 买入了格力电器 从盲目买股票到深入研究 持有格力的时间已经有十个年头 谈起格力电器 于日新毫不吝啬赞美之词 他认为格力在产销均衡的 良性循环上一直独秀 在于日新看来 格力的供应链优势非常大 尽管近期格力的经销商渠道改革 他不是很看好 但他依然打算继续持有 拿了这么多年 然后今天还彻底理解了格力的竞争力的内容 我估计未来也会一直拿下去 所以除非有一家非常好的企业 便宜的令人发指 我才会彻底不要格力吧 这些年于日新从1994年 格力的发展历程学起 阅读每一份报表和管理层相关资料 他说从报表里他看到了公司多年来 解决困难的经营智慧 于日新说他喜欢并擅长阅读财务报表 致力于从报表中寻找护城河 坚不可摧的一流生意 同样一个行业可能有四五家企业都上市 你的这个想法到底是对的是错的 你肯定都能从相应的资产发表里发现出来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验证 我觉得科学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可征违性 这样的话会进步特别好 因为不然的话自欺欺人很严重 这是做投资大量的错误 都是来自缘自欺欺的 于日新觉得有些生意的护城河容易被看懂 有些则更为复杂 这些都会影响估值 他喜欢寻找没有被市场广泛看到的生意 我觉得海添卫义也是一个很典型的 因为生意模式简单 让大家都很容易认可的一个生意 所以给的估值就特别高 因为我一直在找市场的订错价的地方 简单的东西怎么会订错价 拿的东西才会订错价 所以我估计我永远买不到海添卫义 于日新近三年的投资复合收益率有30%多 主要来自格力电器 港股的中国太平 以及招商银行等 目前于日新持有格力电器约三成仓位 另外七成仓位都在双汇发展 好 稍后继续对盘面进行分析 网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来 那么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 是国泰军安政权研究所高级市场分析师苏辉 我们稍后来和他一起探讨 首先来关注一下 这一周马上要交易结束之前的盘面的最新情况 那目前的沪深股市交易还是比较平稳 上阵指数上涨了0.16% 3003.63点 而创业板唯一下跌 目前是跌了0.13% 1703.43点 好 下面回来演播室 我们和苏惠来做一下交流 这一周应该是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 周K线是结束了五连阳 这一周是拉了一根小阴线 上阵指数方面目前还没有结束 大概是跌了0.9%左右 创业板是跌了0.3%不到 那么连续的上涨反弹五周 这一周拉了周阴线 后市会不会持续的调整 还是说切换之后还会继续的上扬 从这一周来看的话 应该说周初是一个小幅的冲高之后回落 那么最近两三个交易日 市场是慢慢的在往回收 我们看指数的话又重新回到了3000点以上 那么再往后的话 我认为其实整个市场的这种 结构性的漫流的行情应该还能够持续 所以说整体来讲市场的从指数来讲的话风险不大 那么从整个市场结构 或者说一些特定的一些板块 或者说行业他们的这种漫流的格局 依然并没有被打破 趋势还是很好的 所以我觉得市场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或者说在今年整个跨年这段时间 其实行情应该还是不错的 对后市还是比较乐观的 那么结构性的漫流 应该说我们从指数的角度来看 看到了漫流底部在上移 高点在慢慢的往上运行 尤其是像创业版这一周表现 上一周表现更好 这一周整体也是冲高回落 那么这个结构性很有意思 我最近就发觉了 实际上还是科技为主的行情 而科技当中又分为 强者横强型的和分化型的 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 很多消费电子 很多PCB的公司又创了新高 而比如说有一些科技股 出现了震荡回落 你比如说中心通讯 或者说中国软件 并没有创新高 而是震荡回落 那么这个中间 这个结构究竟我们怎么来去研究它 怎么来更好地把握其中的机会 我觉得首先先讲一个前提 前提就是市场目前有没有 这种显著的一个利空 目前来看的话 应该显著的利空是没有的 一方面从政策角度 是基地政策是一直在发力的 另外的话就是从财政也好 货币政策也好 都比较平稳 另外外围的一些影响 现在都是一个平稳的阶段 这是一个前提 其次的话我们会发现 市场现在唯一的一个担忧 是对于消费 可能对于一线消费的估值太高 其次的话是对于 整个科技板块 这波涨幅太大 可能是 这是市场目前主流的一个担忧 那么这块我是这样来认为的 就是其实对于 科技类股票来讲的话 应该说它的这一波行情 是很大级别的一波行情 目前的话应该 可以说是只是第一个阶段 所以说未来的话 应该说还会有一个 比较长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对于消费其实也一样 您刚才提到科技的板块 怎么去选股 怎么样去择时 我觉得比择时更重要的是选股 那么比选股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去把握好趋势 那么其实就科技股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参考过去十几年 苹果公司 它所带动了整个苹果产业链的 这些股票的一个行情的 一个演绎的一个路径 其实它在第一个阶段 基本上是一个铺涨的行情 差不多在整个行情的一个前两年 是一个铺涨的行情 那么随后的话 又转悟到了一个相对来说 大家开始看赛道 开始有分化的一个阶段 目前来看的话 应该A股的这些 包括华为共用链这些企业 目前还处于第一个阶段 就是说我们会发现 每一个领域 每一个细分 大家都有股票在往上涨 那么再往后的话 肯定会有分化 就是说可能最受益于 或者说未来的这种量 或者说国产替代的量 弹性更强的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很多 包括华为共用链里边的一些 包括视频前端的一些公司 其实他们的 目前的市场份额 其实只有千分之几 或者说是百分之各位数的 这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比例 那么未来如果放量的话 其实这个弹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说未来的话 大家会更多的去看 这个未来的订单 或者说业务的这样的一个弹性 所带来这种赛道方面的话 也会有一些分化 那么再往后 再往后大家就会看业绩 当你有这么大的一个订单 当你的市场占用率不断提高 国产替代的这样一个额度 比例越来越大的时候 那么你的业绩肯定也要兑现 那么业绩兑现也会涌现出来 一些强整横强 或者说龙头的一些公司 我觉得可以参考苹果的 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 一个演绎的路径 去看国内的华为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 国内的一些科技企业的一个成长 拉长时间看的话 你刚才讲的肯定是正确的 就是我们随着时间的退役 慢慢的业绩也会出来 我们的产业链 也会不断地升级 当然会有一些分化 但是到了目前这个点位 为什么本周会有一个冲高回落 实际上也是大家对于 短期内或者说年内 能不能看到业绩 有一些担忧 就是如果说看不到业绩 那么目前的股价翻了一倍 翻了两倍 是不是涨幅太大了 因为在这个中报之前 这个PCB没有出来之前 这波科技股 大家是谨慎对待的 哪怕是科创板涨了这么多 主板当中的科技股 都不是太活跃 但是后来看到了这个PCB 业绩这么好 开始释放了 所以大家开始比较风险偏好上升 比较激进了 那么到现在可能大家又开始犹豫了 目前是进一步的 在目前这个位置拿票 还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是不是短期来看 是有这个纠结的 我觉得市场其实还是有分化的 最近其实从行业结构来看的话 是有微妙的变化 之前发现涨得比较好的消费 其实有一些已经在调整了 那么涨得很好的一些科技 其实有一些也在调整 其实已经是有分化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目前还在上工的 不断在股价在攀升这些股票 它肯定是具备自己的 这个独特的优势的 就是说整个市场对它认可度 或者说认为它目前的市值的水平 还是不能够反映公司未来的 一个市场空间 或者说公司的成长性 我觉得这个就 目前这个阶段来讲 应该大家对目前 对业绩的这种苛刻的要求 可能没有前段时间那么强 因为在中暴季过了之后 目前也处于一个相对 大家对业绩的容忍度 更高的一个阶段 还有一个因素是 近段时间整个整体市场的 风险偏好是有回升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之下 大家对业绩 对于过高估值的这种容忍度 就会相对会高一些 所以我觉得也是 就目前这个市场 目前这个阶段来说 这周我们看到消费开始复苏了 尤其是白酒 你比如说茅台今天又创了历史新高 那么是不是这个结构 还是两条腿 消费加科技 我觉得对于消费 确实大家有恐高的情绪 但是随着外资的持续的流入 我们发现整体来讲的话 有部分的消费是 外资是在减仓的 但是整体 你去看整体 还是在不断地涌入 最近不断地 心中最近不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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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